三只图书馆中有一位小馆员每天下课都会到图书馆内来报到 除了协助借还书之外 近来刚好碰上圣诞节 因此这位小小馆员也会帮图书馆随着捷径不同 做不一样的装饰与布置 而图书馆员说 馆内多了一个小馆员不仅是工作气氛变得不同 还有办理小朋友相关活动都可以咨询意见 真的是三只图书馆最好的帮手 他平常一般会帮帮归书 然后也会帮忙寻书 然后像是周六的话有故事物的活动还会帮忙这样子 那也会因为他来就你们的馆员就觉得变得比较 气氛变得比较融洽 然后也觉得比较轻松 就是有小朋友加入的话就是比较有差 就不像一般只有这样子柜台业务这样 小朋友加入的话 比如说像我们有活动要帮忙做一些东西啊 然后他就会帮忙加入 然后会有小朋友的创意这样子 换上围裙小馆员准备要开始一个下午的图书馆员工作 从帮忙做圣诞节装饰 到从书车上取书再到书架上放书 最后连柜台借还书的电脑工作都难不倒他 而小馆员话相宜说 从小学一年级就在这里工作 每天都来到这里工作相当开心 一年级的时候 那在一年级的时候还没有来当馆员之前 你放学都去哪里 放学都来图书馆念报纸给妈妈听写功课 那为什么会突然想说写完功课可以当小小馆员呢 因为我看阿姨在忙我就想好奇去帮忙 然后帮忙之后呢是不是就有兴趣了 对然后后来每天我都来这里读报纸给妈妈听 然后就当场 原本是因为下课后要到图书馆写功课 完成功课之后也会试着读报纸给妈妈听 后来在图书馆待了一段时间 观察馆员的工作觉得相当有兴趣 因此现在每天写完功课都会协助馆员阿姨们 一起从事图书馆的序物 而化小妹妹有了小馆员身份之后 不仅接触更多的书籍增进阅读的兴趣 服务更多的读者 从中培养自信建立自我的价值 也学会如何与人群应对进退 记者廖品涵三支采访报导